这只小猫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 每天趴在这只大猫的身上 发出悲伤的叫声 像是在呼唤对方赶紧醒来 周围的邻居每天都能看到 这只小猫守在大猫身边 每次有路人经过的时候 小猫就会慌乱地躲在角落 眼里泛着泪花 小猫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这只大猫和它之间有什么关系 大猫是小猫的爸爸 在三天前就已经不幸去世 小猫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 它还是每天守在爸爸身边 用自己的爪子推动爸爸 试图将爸爸唤醒 小猫在刚出生几天后 它的妈妈就不幸遭遇车祸 小猫是猫爸爸独自带大的 小猫能长这么大不容易 猫爸爸有时候会带着小猫去讨要食物 有时候会和小猫一起觅食 玩耍 对于小猫来说 大猫不仅是自己的爸爸 也是自己的朋友 这是它唯一的亲人了 每次小猫被其他流浪猫欺负 猫爸爸总是会带着小猫去讨回公道 只要有猫爸爸在 其他小野猫都不敢欺负这只小猫 只是在三天前 猫爸爸再也没有醒过来 小猫不知道爸爸为什么不再理会自己 每天都会用爪子推动爸爸的身体 时不时用舌头舔爸爸 为爸爸梳理毛发 一刻不停地守护在爸爸的身边 每次有邻居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小猫总是用最快的速度躲到角落 虽然自己也非常害怕 但还是要紧紧地盯着爸爸 小猫的爸爸三天前不幸去世 小猫守着爸爸不肯离开 求救生让路人心疼 邻居们看到小猫的举动 也非常担心 他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 每天早上起来 就在附近的水桶盖上 喝点雨水冲击 喝饱后立刻回到爸爸身边 为爸爸梳理毛发 晚上就躺在爸爸身上休息 猫爸爸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 小猫每天和爸爸近距离接触 时不时还要舔尸他的身体 不免会感染上疾病 邻居们都为他的健康状况感到担忧 救援人员派了一名兽医 救助小猫 兽医先是拿了一个箱子 将猫爸爸的尸体装了起来 小猫看到有陌生人靠近后 瞬间就躲在了角落里 兽医近距离观察猫爸爸的尸体后 发现猫爸爸非常瘦弱 身上除了皮毛之外 就只剩骨头 或许是患上了消化方面的疾病 又或许是感染上了某种传染病 总之在死前身体状况非常差 兽医将猫爸爸的尸体带走后 又在这里放置了一个铁笼 在铁笼中放上沾有猫爸爸气味的毯子 用来吸引小猫 小猫觅食回来后 发现猫爸爸的尸体不见了 显得非常着急 在狭窄的胡同里到处寻找爸爸的身影 小猫的警惕性非常强 嗅到笼子里有爸爸的气息 将一半的身体探了进去 救援人员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 将其捕获 不久后 不知哪里窜出来一只野猫 在笼子中嗅到了同类的气息 试图钻进笼子 小猫虽然不敢靠近笼子 但这笼子里有爸爸的气味 他开始阻止这只小野猫 将小野猫赶走后 这只小猫自己钻进了笼子 救援人员这才找到机会 捡下了拴着笼子的铁丝 小猫爸爸不幸离世 小猫守在爸爸尸体旁 不愿离开 救援人员终于将这只小猫 关进了笼子里 营救计划已经完成了一半 或许是小猫本身胆子就比较小 又或许是毯子上的气味 让他觉得非常安心 小猫被关进笼子后 没有乱闯乱撞 也没有对救援人员发起攻击 这次的救援似乎格外顺利 救援人员将小猫带到了救助中心 在过去三天 小猫一直守护着爸爸的尸体 救援人员担心小猫也染上了疾病 先前在为猫爸爸检查身体的时候 兽医发现猫爸爸的身体状况非常差 在肺部和肝脏都发现了肿瘤 同时还患有肾衰竭 这些疾病让猫爸爸的各个器官开始腐烂 兽医无法想象猫爸爸在死前 经历了怎样的痛苦 将小猫带回救助中心后 兽医很快为他检查了身体 这只小猫是幸运的 身体器官完好无损 除了营养不良外没有发现任何疾病 大猫尸体的腐烂也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影响 在看到猫爸爸尸体的一瞬间 小猫再次发出悲伤的叫声 他此刻或许已经明白了 猫爸爸永远地离开了自己 眼中泛起了泪花 悲伤又无奈地叫声像是在呼唤自己的爸爸 又像是在和爸爸告别 脑海中回想着曾经和爸爸一起流浪的日子 小猫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从今以后只能独自生活了 希望他能找到一个真正爱护他的主人 X科普路征稿了